Wilith Paul的成立四周年的时候 来在这边跟大家在一步的见面 我们这里期待 从一开始支持Wilith Paul 一直陪伴他走到现在的 包括我们优质新闻协会的 第一任的理事长朱胜平先生 还有第二任的理事长胡元辉先生 那另外呢我们从第一任的专职工作人员 就是我们的执行秘书 第一任的第二任的其实都在这边 第一任的是林静堂 他现在在苹果日报丹任专职的记者 所以我们算是Wilith Paul这样的一个小家庭呢 算是还是很关心的 就是我们虽然不见得在同一个阵地上面 一起作战 但是我们始终都还是相互的支持着对方 那各位在因为各位长期的这个支持 Wilith Paul的时间很快的 就走到了这个第四里 这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也许在座有一些朋友 还不十分熟悉 容我再不谦虚的跟大家臭评一下 就像我们这四年所出的书 我们每一年出的书 第一本呢是有关我们希望能够促成台湾的调查报导 所以我们出了第一本的调查报导的一个一个专书 第二本的第二年的书则是数据新闻学 或者在台湾我们叫资料新闻学 第二本的一本专书 第三年呢我们也去年出了社交媒体的新闻业 就是社会社交媒体的新闻业 社会新闻业怎么样去结合社交媒体的这种运用 那今年呢更开心的我们有这个新闻创业的这一本专书 可以说我们一直都是在开意某种风气 虽然我们不见得 我们也不希望我们会唯一关注这些议题的 社会上会有越来越多人关注调查报导 资料新闻学 以及新闻学在新闻业的这个社交媒体运用 然后希望你能够在这本书的这种事情之下 有更多人去投入新闻业关注新闻业 用他们的方式创新的方式去提升整个台湾新闻业的发展 那此外呢就WillyPort这个平台来讲 其实当年我们也算是开了风气 就是透过网路的平台来做群众订职这件事情 我们现场有大陆的好朋友宋志廖先生是 在大陆我们叫做众筹对不对 众筹 那用网路平台来做众筹这件事情 其实WillyPort在台湾是第一个 也许各位很意外 因为现在它其实已经不是唯一的众筹 群众目视的平台 因为我们看到有非常多 像Fly&Me啊 还有专业做新闻 群众目视的像SOS等等 可能大大小小的平台 可能现在十几六十个都有 各种目的综合性的 或者各种运用的 各种运用的这种 种种品台都非常多 但是呢 其实WillyPort是第一个 我们比Fly&Me都早了一些 所以我们算是开工器 不过我们应该不是做得最好 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我们过去四年来 总共支持了五十八个提案 其中有大约四十个 已经完成了相关的报导 其中大概有五到七八个 是得到了各种新闻相关奖项的 入围或者是得奖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四十件 已经完成的作品里面 大概有五分之一 其实是得到了相关奖项的肯定 也就是透过网路去募资 然后去做深度报导或者调查报导 这件事情其实越来越变成是有可能的 就它的品质来讲 其实也是可以交代的过去 那因为WillyPort的存在 而使得台湾多了五十八个 相关的报导提案 能够陆陆续续的被做出来 而这其中也有一些独立记者 不只是做台湾的议题 他们还到国外去 包括到白俄罗斯等等 去做调查和报导 甚至在这样的一个支持之下 以及其他团体的支持之下 他们也开发了一些新的报导的方式 像是网路互动多媒体的 这样的一些报导形式 那今年呢 做这一个报导的朋友 廖云杰 他也入围了卓越新闻奖 的专题报导奖 很可惜没有最后得奖 不过入围就是得奖 OK 好 那WillyPort到目前为止 虽然有这些成就 但是我们也必须很难 来跟各位报导 就是说 到了第四年好像渐渐显出疲态 因为过去这一年 我们五十八个提案里面 过去这一年里面 新增加的提案其实只有九个 换句话说到第四年 从前三年 吴源辉领导之下呢 逐渐上升 到第四年由我接手之后呢 好像有点停滞 或者是往下走 那所以提案好像变少了 那同样的 这可能有相互作用 相互关系 就是说一样变少之后 我们能够吸收到的募款 其实也变少 那募款变少也许会准确掉一些 可能提案来到我们这边募款 因为他觉得可能这边 不见得能够募到他想要的钱 或者平台资金没有很充裕 能够相对的辅助他等等 所以我们希望今天开始四周年之后 还能继续走下去 然后有更多的提案 有更多的捐款 能够进到这个平台 或支持特别的提案 那这样应该会是一个 比较良心的循环 那最后呢 就是说 Wiriport相对于其他的 募款平台 他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说 他大概是唯一 纯粹非盈利的 但是非盈利的平台 仍然会有成本 毕竟需要有专职的人员 来做推广行销 或者行政的工作 所以他还是需要成本 那在这样的一个 非盈利为主的平台 继续存活下去 其实我觉得还是很重要 因为 虽然成功不必在Wiriport 如果我们的朋友 为了做新闻 为了做深度报导 为了做记录片 或者做调查报导 他有机会 从别的平台上募到经费 我们是乐见其成 但是我们觉得 非盈利的平台 是需要有一个 像Wiriport 这样的一个平台 继续存活下去 因为对于有一些朋友 没有办法 在别的平台 拿到经费的时候 Wiriport 永远在这里 他可以提供那些 没有机会 在别的平台 拿到足够的钱费 或者有一些平台 因为他的募款规则是 全有或全无 Either募款成功 或者失败 而对Wiriport来讲 没有失败这件事情 只要你想做 透过Wiriport 募款 多多少少都可以 拿到一部分 经费的支持 而使得 你可以开始 去做一件事情 也许 经费没有你终于 但是 对于做小型的 有意义的报导 也许 你不会觉得 那么不丹 所以 最后 简单的就是说 希望各位 在座的各位 运用你的影响力 能够让更多人 考虑到Wiriport 上面来 提案 然后 另外就是 能够 号召更多人 可以给我们捐款 然后 今天也很开心 见到 报导者 我们即将 在过几天 就要上线的 报导者的 总编辑 合同系列人 到场 给我们知道 今天在座的人 跟我们 很多心情 跟理想的方向 是一致的 就是我们希望 台湾的 新闻业的发展更好 台湾的公民 有机会看到 更好的新闻 跟调查报导 然后 使得我们可以 扮演更好的 公民的角色 来监督政府 或者让台湾 变得更好 那 除了相互支持之外 其实我们可以 有更多相互合作的机会 那我们也希望有机会 可以跟 包括 报导者可以一起合作 然后 透过这个平台 你可以 给我们指教说 我们可以 扮演什么角色 好 谢谢 这个 这个 罗老师太客气了 他其实在里面的 推广各方面 都在这一点 做的非常非常多 那刚才最后那句话 我帮他摆化我们翻译 就是说 做新闻需要热情 代表需要经费 所以 我们等一下 要感谢 赞助我们经费的地方 但是 今天最重要的下面 是要 阿肖老师 我们的平台是 阿肖老师 阿肖老师请 我们这本书的主编 谢谢 谢谢大家来 那个